大家好,欢迎点开这支视频,我是燕儿北 我其实今天呢,是临时起意,想要录过这支视频 应该也是我上传的第一支视频吧 主要是因为我今天呢,买了一个包 我希望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我在买包之前是一个喜欢做一些research的人 所以说我经常会在YouTube上面看 曾经买过一些稍微奢侈一点的购物 包包啊,鞋子啊,或者是说大件的生活用品 买过的人的心得体会,用后的反馈等等 然后我发现在中文的视频网站上这样的视频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我今天拿到这个包之后呢 就想要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给之后可能对这种类似的包包有兴趣的朋友们 一点点使用的建议吧 第一次录视频真的还挺紧张的 不知道说什么有点 希望大家见谅 OK,我们碎话不多说 就是这个袋子里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的是HANA 但是并不是这个牌子 这个是我在香港的一家叫做HANA的店买的包包 这是一个类似于名牌的集成店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卖的相对于专柜来说款式可能会更多 或者是说专柜卖断货的它可能会有货 然后也会比专柜更多一些折扣 就有点类似于化妆品店里面的沙沙的这种感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然后这是小票 过来给大家具体说价钱 包包就是这个 圣罗兰的一款包 盒子呢其实打开之后 就是一个防尘袋 其实里面就是这个本尊了 因为不想卖太大关子给大家 其实就是这个圣罗兰的一个链条包 然后其实它应该算是圣罗兰这个品牌的WOC款式 所谓的WOC呢就是Wallet on Chain 就是欧美大家经常对这种类似的包款的一个总称 就是好像说了太多就是啊不好意思 算是钱包的放大款 就是它是能够背的带链子的那种 类似于钱包功能一样的包 都叫做WOC 这个是圣罗兰的WOC 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外观吧 就是长方形扁扁的 然后有个盖正面是YSL的五金 打开 这里是一个可以调教的一个这个袋子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放长 或者是说把这个袋子拆掉 变成一个完全的手拿包 这种设计其实还是挺多用的 然后里面因为是新包 所以有很多纸啊各种各样的卡片啊什么的 我先把它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隔层 它其实大概的是分为三个部分 中间是一个拉链的这个口袋 旁边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空间 然后每一边呢都有大概十个卡槽 所以说你起码是可以装十张 不对两边 二十张卡在这个包包里面的 当然你还可以放更多在其他的位置啊 然后这个拉链打开 打开里面就是这个卡片 我就不拆开了 这是它的那种保证卡吧 就是证明它是正品的卡片 authenticity card 正品卡 拉开之后里面的这个它两边呢 其实就是应该是尼龙做的内里 所以说这里面可以放一些更贵重的 或者是说小东西 怕它乱一味的东西 比如说放一些现金等等的 所以说就是这么三个大的空间 然后每一边的卡位旁边又有一个薄薄的一层 还有这里 然后可以放一些譬如说票具 或者护照等等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整体空间是还挺大的 虽然是一个钱包样式的一个包 但是非常能装 扣上去之后呢 可以当一个大小型合适的手拿包 斜块之后呢 更增添了安全度 我觉得这种包包是非常适合你出去旅行 斜块在身上的 因为它的容量可以放入你的所有的重要的物品 比如说护照啊 现金啊等等的 然后你斜块在身上 因为是铁链 也更加不容易被人偷被人抢等等的 所以说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包 它的黑金的颜色的搭配也是比较百搭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包包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 你买包的选择吧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包的价位 单子在这里 这个包呢 其实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店里面买是比较划算的 因为在香港专柜是一万一千九 在内地专柜一般是跟香港同样的定价 但是这是人民币 所以就会是一万一千九人民币 所以香港的专柜定价已经 喵 不要玩了 在玩里面的一个 那个 一小包里面都是防潮的猪猪的那个东西 拿起来拍我的猫咪把它吃掉 所以说香港的专柜定价已经赢在了那个汇率上 就是大概国内的八五折 然后呢 我在这个叫做henna这个店 当然香港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店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之后 可能会出个视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店呢 又会比在专柜的价格打了个八五折 所以就是一万一千九港币 八五折之后是一万零一百一十五 然后我又是他们店铺的VIP又打了一个九折 所以到最后我买到手的价格是九千一百零四港币 和人民币的话 现在大概的汇率是八五八六左右 所以说 应该是不到八千块人民币的样子 七千多 大七千多这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 这么一个皮质以及耐用度 以及经典设计的包包来说 七千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 当然见仁见智了 这个花钱的问题是比较个人化的 就像我开头说的一样 其实对于奢侈品 所谓的奢侈品 其实很看你是到底怎么理解 因为很多便宜的东西 你买了很快的把它丢弃了 或者是说你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东西 一直很珍惜 一直在用它 这两者 其实我觉得乱买乱扔 可能更浪费一点吧 OK 我还是话不多说了 今天就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购物视频 然后我也有其他类似的包款大小的 可以就其他品牌的WOC 如果大家希望能够出一个对比的话 我可能之后也会再上传其他的视频 但是我觉得当UP主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面对镜头的这种紧张感是挺能克服的 OK 今天先说到这里 我是燕儿北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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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